只要取一滴指尖血 滴到快篩试片上等15分钟 试片上如出现两条线 代表疫苗已成功产生效力 将快篩试片搭配清丑的可惜式轻型叛读机 藉由免疫橙色光谱分析 就可得知中和抗体的浓度数据 进一步了解施打疫苗者得到的保护力强弱 这边的数字2.1462 这边其实浓度已经算是非常高的 一时就说它的保护力很够 对应该说产生的综合抗体非常的多 如果没有用我们的机器 它是没办法定量 就是只能定性有或没有 那利用我们的机器可以精准 把这个体内抗体的量给定量做出来 透过APP 那这个数据可以直接上传云端 可以做很大规模大范围的整个疫苗 有效或无效的监控 清华大学医工所结合 临床医学光学精品公司 生技公司等跨领域产学合作 齐取短重疫苗国家队 清华其实在临床医学的研究能量 已经相当的可观 那这一次呢 就是再度展现全世界的大趋势 临床医学加上卓越的科技 是可以使临床医学各个层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我们有很好的研发能力 那除了口罩国家队之外 我们能不能结合国内的业界的朋友 医界的朋友 学界的朋友 在政府的指导之下 我们能不能打造我们自己的四级国家队 这个我想 我想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牛年的期许 目前试骗已经提供国内数捷疫苗厂商医院适用 同时也和多个外国医学中心合作 希望能加速疫苗的研发与普及 新唐人演的电视 林秋霞他们新主 才一本不懂 新唐人演的电视 新唐人演的电视